瑞士生物制药公司诺华集团 投资超过3亿4千万元 扩建位于我国的制药设施 扩建的药厂主要将为全球的患者 生产抗体治疗药物 扩建工程预计在2026年竣工 诺华集团在大市生物医药园 举行动土仪式 集团希望通过扩建药厂 更好地满足我国因人口老龄化 而日益高涨的医疗保健需求 新药厂也以万卫本地创造 100个高端技术的工作岗位 副总理兼经济政策同筹部长王瑞杰 在动土仪式上致辞时指出 制药厂扩建后 洪华集团的药物生产量可增加超过一倍 达到一年1800万剂 自1986年与我国合作以来 洪华集团在本地的投资已经超过10亿美元 洪华集团在本地的投资者中央市场上致力量可增加最高的级数量可增加最高的级数量可增加最高的十分比较为